企务必須處自今天開始 邀請退休的老師蔡麗香 在臉書中心的一樓大聽 伴侶採摸人生的電欄 電出47件的作品 蔡老師表示因為回去在做新台的導演 有更加一粒贏 所以大部分都是運用大自然的題材來創作 第一個做導覽解說志工的那個工作就是 在白河蓮花的那個導覽解說 那蓮花對我來講呢 我比較熟悉 而且我的那個 有一位國化老師周博商老師 他是教我畫和合花的 所以我覺得我這一方面可能會比較 比較有得心應手 必須處表示他過這個電欄 可以讓市民朋友更加實際 借故鄉和大自然的心態 另外電欄更加合得公益進行義賣 義賣所得全部都會管 給北台南加副中心 在他展覽的期間 他的所有的作品呢 只要你喜歡你都可以把它收藏 那當然蔡老師呢 他會把他 您點藏的這個作品的這個費用呢 他會全部捐給我們的北加湖中心 我覺得這一個畫家呢 透過他的畫 除了表達對土地的關懷之外呢 他也能夠對人 能夠表達出一種愛的一個關切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們非常佩服的 蔡老師表示只要有幸福和特別 人人都會當是快樂的結束 各位賓獎 尤其是體育的人勇敢試試看 增加生活的趣味 這次的電欄到5月31號為止 歡迎市民朋友多多來欣賞 南天新聞 歐陽台新鴨 蔡宏報道 再見囉